螳螂拳与鹰爪弓 同为华夏江湖中最凶残的招式 靠着极具杀伤力的进攻 他们在华夏武林凶名赫赫 前者远出山东极末 效仿螳螂 前爪又称雕钩 讲究随其势打 寻其细打 而鹰爪弓创自河北陈子正 以翻子拳上下翻转拳术为基础 效仿非鹰烈石 以指力建长 两者拳路同属象形拳 但如果两派高手生死相搏 到底会引发出什么样的大战 话说早在上世纪30年代 大洋彼岸即将举办一场试运会 国家预判69人的运动代表团 及武术表演团前往参加 而张凤就是国术馆的成员 他常年跟随馆长习武 拥有一身非凡武艺 为了薄红颜一笑 追求年轻女赛跑选手艳灵 张凤是要成为武术队代表 可惜天不随人怨 这天官方来人声称 国家已经没有多余资金赞助 这次试运会之行 可能要被搁置 武术馆众人无比失望 张凤同样不甘心失去这次机会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们开始去街上卖艺筹集钱款 所谓上天不负有心人 小镇上的苏富商老年得子 看见这群有志青年的豪情壮志 愿意拿出自己的货物易卖 一来可以帮助国家发展 二来还能为自己幼死积德 但就在开光起伏时 幼子却遭人抢夺 幸亏张凤的师弟 官树宝出手 击退了心怀不轨的歹人 之后 官树宝按照师父的吩咐 前往太极馆 拜访馆主 不想 正好碰见一群人踢馆 他们态度嚣张 压根是不把太极放在眼里 女馆主呢 同样淡定 面对三人围攻 她身法悠闲有度 最后 将腰摆侵入水中 通过甩动 化成灵力成鞭 一眨眼功夫就收拾了几个江湖人 之后女馆主告诉官树宝 自己有事要回东北 让张馆主小心有人来捣乱 而同一时间 待在武术馆殿武的张凤 遇到了远道而来的安师父踢馆 这个安师父以鹰爪公扬名 自创安氏鹰爪打遍河北无敌手 一上来就点名国术馆张馆主 为了保住国术馆的颜面 众人开始跟这位安师父比武 但没想 这个安师父果真名不虚传 徒弟们一拥而上 但几乎没有人能撑过两招 甚至就连大师兄张凤 都被安师父一记鹰爪锁后手制服 关键时刻 管主赶到 他立即开始与安师父交手 他先是以螳螂对鹰爪以鹰碰硬 接连转换太极以柔克刚 安师父一不小心就吃了大亏 紧接着他自爆家门并说明来意 原来 安师父这次先来 就是代表北方参加武术团选拔 他要求馆主举办全国选拔 赢的人出国比武 输的人回家耕田 而馆主也答应他的请求 另一边 学院正在举办跑步比赛 短跑汉将李森 一直将燕灵视为追赶目标 而燕灵也知道他的好强 干脆故意让他获得胜利 但李森却觉得被燕灵轻视 于是两人相约 私下再比一场 为了让李森彻底死心 燕灵用尽全力赢下了比试 输掉比赛的李森无缘面对 于是决定离开天津队 善良的燕灵不想国家措施人才 赶紧跑步去追悔他 在他的劝说下 李森最终同意了刘夏 但在这时 过劳的燕灵却晕倒了 同一时间 全国武术选拔如期举行 国内各地大小门派前来参加 开赛前 一群舞者上台表演 但安时不确觉得 都是花拳绣腿 有姿势没实际 于是上台打翻了表演的人 骂他们有辱国体 还不懂什么叫攻守之道 这下可犯了重怒 正当张管主要下场出手 太极女管主韩辉赶到 在他的调节下 安时不算是找到了台阶 全国选拔也正式举行 这时 张凤也收到了燕灵住院的消息 他立马赶到了医院 并在医生的告知下得知 燕灵患有骨质增生 以后都不能再做激烈运动 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另一边 关树宝在拜访苏富商时 从奶妈的嘴情中看出 苏富商的幼子又被带人盯上 不放心的他回到当铺 打翻冲出来的一众歹徒 将婴儿给带回了国书馆 很快 苏富商侄子苏三皮来到武馆 原来多次绑架的黑手就是他 他想通过大伯的孩子 胁迫苏富商放弃苏家的当铺 在一阵的搜索和打斗中 苏三皮还是找到了婴儿 但在他准备的一开始 关树宝已经顶着警察前来 苏富商的幼子得救 武术馆因此跟苏三皮结仇 另一边 大家还在为比武选拔准备 虽说大赛秉承着比武切磋 点到为止 但安师傅和管主分别代表南北派系 他们都不想在比赛中扫了面子 于是都开始专研对方的功夫路数 很快 下轮选拔日子到了 关树宝抽签抽到了师兄张凤 多年的好友关系 让两人根本无法动手 但在裁判和管主不停催促下 关树宝和张凤只能开打 两人失诚一脉 都是以螳螂拳对敌 并且实力相当 几次都没结果 最终裁判只好让他们一同晋级 再后 两人都对彼此产生怨言 张凤觉得师弟装模作样 故意把自己的绝招套出来 而关树宝却说 厂商无父子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要全力以赴 师兄弟之间爆发激烈争吵 但是在李森和燕玲的劝导下 两人也选择重归于好 之后管主带着他们去苏家当铺 就在清点一捐来的钱时 苏三皮带人上门寻仇 绑架失败后的他已经狗急跳墙 于是想直接将大波灭口 管主和张凤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 但就在两帮人交手 场面变得一团乱麻时 安师傅也带着徒弟来找管主切磋 陷入围攻的管主来不及开口 这也让安师傅以为管主同意了 直接就忙了上去 但就在两个对打时 安师傅的儿子背后偷袭 关树宝和张凤健壮 也纷纷放弃杂兵冲了过去 苏三皮一看形势不妙 干脆直接放火烧掉仓库 安师傅的儿子也被他锁进电梯 听到有人呼救 管主让两个徒弟去追苏三皮 自己则是去救安师傅的儿子 很快在管主的救援下 安师傅的儿子平安脱逃 而苏三皮也被张凤氏兄弟抓获 但还没喘口气 张凤就得知 燕灵带病参加了田径选拔比赛 听闻他急忙赶去赛场 可此时比赛已经开始 燕灵强忍着伤痛跑完全程 虽然最后他还是获得了第一 但却因过度劳累导致身亡 这也许也是他想要的结局 与其落寞一生 不如在比赛中燃烧自己 而随着燕灵的离去 一同消失的还有张凤的梦想 因为他一直想在市运会上 跟燕灵表白 并将中国的圣火传到世界 很快武术团启程的日子到了 由于管主救了自己儿子 安师傅和管主关系越发熟路 管主更是收了他儿子当徒弟 声称要传授他螳螂拳 之后码头举办了一场欢送会 他们成功通过众筹 打开了中国通往市运会的大门 就在船员呼吁登船时 张凤则选择留在了国内 他将自己的船票送给了师弟 并且还将燕灵的手环交给了张森 希望他能在国际赛场上 带着燕灵一起参加市运会 夺标是由徐晓明知道 张卫健 谢苗等人出演的 一部动作剧情类电影 影片武打干脆利落 属于港产武打中上水平 鹰爪 螳螂 骇极 各种招式特点鲜明 一招一式 硬桥硬麻 加以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事件 激发广大观众的爱国情怀 看得出导演想打造一本主旋律功夫片 只可惜剧本的失败掩盖了片中功夫的特色 片中文系浮于表面 充斥影片的口号式台词 还有苏老爷儿子的争夺战 基本上和整个故事完全脱节 纯粹是为了凑戏 反而让精彩的武术打斗成了陪衬 无疑成为影片的最大败笔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